如果你把這些圖號都畫完了 我們以這個來講好了 前面的部分我就不再談了 這些符號你都畫完了 前面這些符號都是ok的,對不對 都ok嘛 好,都是ok嘛 然後 這邊都沒有問題,你照這個,在書本裡面有 書本的第幾頁呢 在這一頁 有沒有看到 三百二十九頁 你可以看到這邊,你就按到這樣子 那如果說 我看看這可以旋轉吧 旋轉 好 你可以看到這些符號 你就把這些,這邊都講過了 只是沒有每一個輸入而已 一直到這一個 這邊的地方稍微看一下 我這邊有讓它自行大一點 有沒有要粗一點 所以你看在cat裡面 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裡其實用了紫色線 然後我是用畫的 了解嗎? 畫三段 你看看到了沒 那這個是C型鋼 這是曹鋼 有一種區別,這個叫青型鋼 就所謂我們的青鋼架裡面的C型鋼 那這有別於這個是,它是屬於那個鋼結構裡面的草鋼 這個是有點差異 在圖學上是有點差異 但是 大致上你清楚 都通稱叫C型鋼或草鋼 好 那這個L這都沒有問題喔 這個把文字打上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要來講這些符號 第一個這些符號裡面來講 像這個手寫F-F 這沒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這跟寫文字一樣 前面加一個橫槓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們來講這幾個比較特別的符號 比如說消防水箱 這個大小你要畫多大呢 好 我量一下給你好了 0.8 0.5 好嗎 所以消防水箱的畫法 排水管就用那個 線段 我記得是中心線 你用線段去填 這都一樣 再畫一個圓圈 0.8 0.5 我們就在 你如果說文字層就文字層 REC 你畫一個0.8 小老鼠 0.8 痘點0.5 Enter 然後畫一個對角線 注意這個對角線號 畫完之後 好 這一塊怎麼畫呢 不要畫 用H H完之後 它有一個solid 我就用填石嘛 這邊有個叫solid S 按到S 沒有 沒有耶 好 沒關係我看一下 樣式裡面 solid solid 確定 好 然後呢 加入 點選 Enter 預覽 再按下Enter 就結束了 這就好了 這非常的快 好嗎 好 那一樣這個框框 你寫兩個字叫做AC 就變成冷氣孔了 好不好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說 你用框框的畫法 一下就可以完成好多格了 AC 把這個solid點掉 你寫一個A 寫一個C 沒有問題吧 那這個字高大概多大 我想0.2級而已啦 不行你用條的 好不好 那 一樣 好 DT 這個字給它 好 J 我就在這裡嘛 好 中央 OK 那 中央點 然後呢 字高 點它 中央點 好 那字高度 0.25嗎 太大了 可能0.1 看看會不會 0.1太小 沒關係 先輸入文字 這叫A Enter Enter 對不起 我輸到角度了 A 好 這時候變化的時候 不管它 Ctrl1 性質功能表 對不起 我已經開啟那一個 好 好 最後又要找到 我有一個軟體啦 是 那個 那個 下課休息 那一個 好 性質功能表 Ctrl1 好 我在這邊點下去 我就可以調整它的協體字 有沒有 高度 0.1 我改成0.25 看可不可以 好 大概大了一點點 傾斜角度30度 改成0度 這個A 好 這就可以的話 我就這樣 CO 調第二個字 AC嘛 好不好 C就放在這裡 按雙按去改文字 或者你直接在這邊改就可以了 知道嗎 這就是 Air Condition 好 其他 這個人孔 陰井 你看到沒有 它不是用畫的 來 它用net 所以呢 一樣 0.8 0.5 小老鼠 0.8 6.0.5 好 那這個要填符號 這時候其實還要再加一個 一個圖層 叫做 其實我用H HATCH 我會清建一個 從這邊清建一個 然後叫做HATCH HATCH 然後這邊我希望它是青色 或者是綠色 因為這是細線 再有個人來使用這支細線 好 這就完成 那我們就把 這個裡面移到H 然後呢 我這邊呢 貼網格 H H這個指令 那這邊會有net NET 你打打看 你打在這邊打一個N 就看到net 好 net就是網格 然後比例大小多少呢 是1嗎 應該不會是1 好 我建議書0.01 看看會不會有 然後呢 點選點 點下去 有沒有看到 太小了 好 然後 0.01 好像太小 0.1 太大 好 太大 是這樣 然後再回去 ESC 回去 0.05 我都對半切 我都對半切 0.05 我剛打0.0.5 點選點 Enter 預覽 這如果你覺得小一點 這其實也可以接受了 懂不懂 小一點就去調整那個 那個剖面線的比例 好嗎 所以這個就 這樣完成 如果你不滿意 完成了以後 按下Enter就完成嘛 那你完成之後 可以用性質功能表 還是一樣 在性質功能表這邊 我在這邊調整 也可以去調整 所以我說為什麼 這Ctrl-1性質功能表 這麼好用 比例0.005 0.025 有沒有看到 它自動就變化了 好嗎 好 那我們就以0.025 作為一個標準 那這個水溝就有了 那其他這個都一樣 這我就不講了 那這個呢 這個東西 就是一樣一個矩形倒楊 倒一個圓角 好 那這個距離我記得是0.1 0.1嘛 好 那我一樣再畫一個矩形 R1C 小老鼠0.8 痘點0.5 那這個是應該在文字層 然後我現在要倒一個圓角 倒圓角就是各位知道 炸開嘛 好 其實矩形本身也可以倒圓角 不過它是倒四個圓角 他不可能知道兩邊的圓角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 看倒圓角也是0.1 好不好 0.1好了 我先把它炸開 因為我還要畫 這個嘛 所以Offset 0.1 這個我建議同學 不要用一樣的線條 我們還是把它放在H好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倒圓角 倒圓角的話 就是 導圓角我們上次有講過 對不對 FILLET 那個作業巴叫的人不多 我們自己要加油 半徑給它0.1 好 我們把這兩邊線 拼起來 就倒好角 會不會 按下END 再 好 你其實也可以按下空白鍵 你看完了 空白鍵 空白鍵 會出現剛剛的指令 空白鍵也可以 可以啦 有人說習慣按下空白鍵 這習慣的問題 好 這個就完成了 那再填一個S 一樣 知道嗎 好 那這個圓圈 裡面加一個C 怎麼做 這邊很多個嘛 有B嘛 對不對 好 C跟B的話 你畫一個圓 這個圓大概多大呢 這樣看不出來 那 還是要用性質功能表去看 你畫一個這個圓的話 直徑多少 半徑0.25 所以直徑是0.5 半徑0.25 好 那就畫一個圓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是 Circle 然後 0.25 好 這樣就完成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一樣嘛 移到 圖層 不要再H 這個時候再Text 好不好 然後這時候 寫一個文字 一樣 用dt的方式 把文字控制在這中間 J 然後呢 我是用它的正中點 正中啊 就在圓心 好 然後這個 這裡面是寫什麼字 隨便寫個字好了 指定高度 這是0.5 對不對 0.25 看看 零度 好 我寫個E看看 它又變成 傾斜角度的 這個就要注意一下 這地方 傾斜角度 我就改成零度 C 然後這邊是文字層 改成文字層 OK 怎麼怎麼多一個文字層 Text 這多一個東西 好 那沒關係 這樣就好了 E就這樣完成了 這樣OK吧 那這個是要改什麼呢 這改成C 你就寫C 這滅火器 這常看到 那這個就怎麼樣 就是雙按 C 小寫的C就好了 大寫的C 這就完成 有沒有看到 所以 這邊教你寫符號 畫符號方式 一樣 那這個也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 兩個對角而已 再兩邊填 好不好 這個畫完兩個對角 這個剛剛畫過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呢 這個電燈動力 混合電盤 怎麼辦呢 好 一樣 來 我們來看 0.5 小老鼠 0.8 痘點0.5 那這個時候 我用H 它怎麼會有45度斜線 它沒有45度斜線 它只有直線 LINE LINE LINE裡面它告訴我們 它有45度角度 知道嗎 這就是寫線 懂了嗎 是不是0.05 我們試試看 先點選點這一個 點下去之後 Enter 看到預覽 這個好嗎 如果不滿意 那我們按 Esc再回去 0.05 如果這樣的話 0.025 好嗎 那再預覽 這個比較好 我們Enter 所以我們這個比例 大概都是 0.025 那外邊框 稍微粗一點 不要都是細線 讓線條 符號 符號有感情 就是text 這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很多的符號 都是這樣去做 好不好 其他我想 這邊多 多畫一根出來 一樣 剛剛那東西 上面長一根毛 好不好 長一根頭髮 這都一樣的做法 OK 避雷針 就裡面 offset 進來 好不好 這個填詞 那畫上三根 120度 OK 差不多 就這樣 好不好 那這個叫 雜法 Valubu Value Value 那它是個旋轉的法鈕 那這個是控制法 上面多一個這樣 好不好 看一下就好 這是水表 所以這符號你稍微看一下 試著去畫畫看大小 這沒有尺寸怎麼樣 我想各位畫過第七章第八章了 這個圓的符號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我們符號裡面完成 我講的很多符號 那希望你慢慢的去做 像這個沉重牆叫bearing wall 簡稱叫bw shear wall 簡易牆 這是foundation slab 所以你會發覺很多都是跟英文有關係的符號 OK 那這個符號的講解就到這邊